那接下来的主题呢是原则 原则由接下来这位主讲者来分享 是最合适不过了 这位主讲者加入立位只有六年左右 曾经的他是一位沉默寡言 内念认真一把一眼 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 在还没有加入立位之前 他在宠物店上班 他常常把自己开玩笑说 他比较善于和动物们沟通 来到立位后 他未求突破 他尝试去与人沟通 甚至挑战站在数千人的舞台上演讲 这些他都一一的做到了 他的待人处事 处处都秉持着公司所设下的原则 时时刻刻以身作则 提醒自己是团队的榜样 也正是因为他一直坚守原则 他这六年来的表现 和组织发展的速度 快到让很多人不得不留意到这一号的人物 他就是我们的荣誉领队 飞马舞Johnson Young 他会为我们来主讲的主题是 原则 大家好 感恩 瑞薇和 Miss IVC 选择我当今天的讲师 来分享原则这个主题 什么是原则 原则就是做事的准则 或者人不能触碰的底线 所谓国有国法 家有家亏 会设定原则 肯定是有人曾经犯过错 而得到教训和经验 也因为有了原则以后 问题改善了 所以不管任何情况 我们要把事情做对 遵守原则是必须的 因为它会让你降低犯错的几率 和压缩成功时间 Reway来到今天已经13年了 已经开发的国家超过10个以上 产品服用者已经超过百万人了 单单看业绩是异议生 Reway是怎么样做到的呢 很荣幸 今天我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这6年多我所看懂的事情 我们做的行业叫做直销 直销是非常自由的行业 谁都可以加入 不需要特定的文凭 学历 背景等等 这个行业也没有强制性 需要遵守的原则 如我刚才所说 没有原则和规矩 人就会犯错 也因此常听到很多人提起 这个直销行业都是负面的 消极的 包括之前的我也是这样想 后来当我遇见了Reway 我给自己一个机会来了解之后 才发现Reway的不一样 因为Reway有他们一直在坚持的原则 其实直销只是其中一门生意 它之所以会那么的负面 都是因为人 对了 关键是人 比如有人用不正确的手段 导致破坏了诚信 就会变成老鼠会 捞了一笔就手 或者乱乱承诺 讲到做不到 导致很多人在金钱上的损失 这很可能就是导致人们对直销的反感 所以到底是直销有问题 还是人有问题 没错 是人有问题 与直销无关 是因为人没有遵守一些很重要的原则 所导致的破坏 虽然很多外人都不看好直销 可是这市场也不是没有好的直销公司 这就为什么小弟我会和大家谈原则这个主题 原则就等于基本功 它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原则就是责任感 也因为这个行业没有特定的原则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设下一些原则 来保护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是复制的 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 一个人做不对 不正当的方式 因此整个团队都会错 因此做对每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Vivay有今天的成就 原因是他一直坚持着一些重要的原则 甚至Vivay还创造法务部 来确保每一位直销商遵守原则 以便能保护每一位直销商 就为了要将市场尽量变得公平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Vivay是一家以产品为主导的公司 所以他非常坚持产品的资料 从Perture第一代五个成分到现在的十二个成分 同时产品的科技也一直在提升 可是13年以来产品的卖价不曾提升 一是也就是说产品一直在将价格 因为全世界通货膨胀不断在提升 各位 就算产品要起价 也是非常合理的 很明显 Vivay要他的支持者得到最好的健康保护 单单这里就值得我们给Vivay一个掌声 除此以外 Vivay很坚持高利润回馈制度 他要让直销商的付出和努力得到真正的回报 虽然很多直销商都赚大钱 老板还一直担心直销商赚的钱不够多 甚至还制造很多额外激励活动 来帮助直销商制造业绩 有一个原则是Vivay非常坚持的 就是不改制度 而且还维持了13年 大多数的公司当业绩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能就会开始在制度上动脑筋 相信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 除了创造业绩 另外一个让公司赚钱的方法就是节省开支 而在直销这个行业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拨出去的奖金调低 不过Vivay13年来不曾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Rightway 是老板拿来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当时的初心 必须跟所有相信公司的直销商共享 所以不管任何情况之下 公司都坚持不会更改我们的制度 没错 Rivay最在意的就是相信他的人 也就是我们这些领导人 所以不管成本如何提高 都希望我们可以成功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这家公司到底多standing 更何况Vivay从你加入的那一刻开始 就会不断地告诉我们 来自你不单单是为了赚钱 还有我们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我们的公司的logo 六大目标 公司是很有原则的 不是单单希望你来这边赚钱 还希望你在人生中去平衡每一个人都会需要的六大目标 经济 健康 社交 家庭 思想 和精神目标 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成功 为了能够让大家都能够顺利地朝着目标迈进 公司也为每一位加入Vivay的伙伴设立了专业的基础培训 也就是在公司你会常常听到领导人挂在口边的NDO 透过这个NDO可以让我们明确地了解到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不过由于时间有限 我没办法在这一边一一说明出来 我想强调的是NDO里面非常明确帮助我们设下了五大原则 分别是消极不往下 对外不倒掉 螃蟹不交叉 金钱不纠纷 以及感情不纠纷 在Vivay的几年里面 我所看过每一个违反这五大原则的人 哪怕只是其中一项 到最后都付出了惨痛代价 因为有一个规律叫做补偿的规律 今天所做的一切 有一天都会还到我们自己身上 原则这东西从来都不是哪来约束我们的 而是哪来保护我们的 这也是我非常佩服Vivay的一个地方 这么多年以来 从来不畏惧外面的人怎么说 只坚持做对每一样事情 坚守每一个原则 并且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尽全力去创造机会给每一位相信这家公司的人 给你一个例子 从Vivay开始过后的几年 当业绩慢慢做到 很多人去跟老板说 可以让公司上市 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投资公司 可以加速公司的发展 但是老板坚持不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虽然可以加大公司的运转 但是同样当一群股东开会的时候 每一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会触碰到Vivay所坚持的原则 我们宁愿靠自己 有多少就做多少 一步一脚印 把Vivay事业做起来 也有很多人建议老板 去外面找很多专业讲师来 这样可以快速提升职教上的数字 但是公司还是坚持不要 因为在专业的讲师 他也是空谈 只有真正从Vivay走出来的领导人 他们的分享 才是真正可以大声说出来的事迹 甚至其他职销公司 做到很高拼借的人 想来到我们Vivay 不管过去他在其他公司 创造过多大的业绩 来到这里 还必须和每一位领导人一样 从零开始 不然就不公平了 其实Vivay的原则真的太多了 譬如 每次在公司会议的时候 依照排名去排座位 譬如说 不会因为你的拼接比较高 奖金制度就比别人好 譬如说 不管产品在怎样进步 也永远不起价 太多太多了 而每一个原则都是让我们更轻易在这里成功 为什么这间公司可以在13年来一直坚守这些原则呢 就是希望可以保护整个大环境 保护每一个愿意相信这间公司的领导人 并且公平对待每一位 各位 Vivay这个事业比起传统行业简单得多了 在传统行业 没有人叫我们如何成功 凡事都要清理行为 而且风险难预测 相反 Vivay平台几乎所有事情都有人帮你暴露了 从硬体设备 如办公室 目前全球大概50间分行 活动会议 货物管理 物流 会计 电脑系统 员工 包括教育培训等等 都不需要你操心 复制系统已经做好了 也因为这样 这几年来 让很多领导人 都有顺风顺水的强烈感觉 Vivay真的太棒了 如果你要在Vivay成功 就是公司和组织的会议 一定要坚持参与 必须把活动当成是自己的活动 你唯有认真看待这些活动 才能够快速掌握一切 设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 比如 阅读有关成功学的书本 上网看记忆视频 Vivay有很多视频让你参考 多做运动 要对学习产生兴趣 坚持每天邀约伙伴建立交情 不断面对挑战 把每一天当作全新的一天 永远要告诉自己 One more 开始时 可能你不习惯 可是一段时间过后 你一定会感恩 过去曾经付出的 最后我想跟观众们说 我是来自一个很普通的家庭背景 性格很保守 也没有天赋 改恩六年多前 通过我的贵人 Jolie 遇到了Vivay 也坚持通过了Vivay的系统 今天 我的人生完完全全改变了 我可以 你也一定可以 真心感恩Vivay这个平台 感恩老板林文峰 Miss IVC 还有Vivay的核心管理团队 我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Jolson的分享 的确Vivay是一件很奇怪的公司 常常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原则 有些原则 让我们走得更艰苦 更吃力 但是却走得更踏实 走得更远 曾经有人主动 要把一大笔的巨额给我们 但是我们拒绝了 你问我有心动吗 也许有那么一刻 我们会动摇 但是很快的 我们立即就把这个想法给斩断了 因为 只要会影响组织 会影响Vivay未来的决策的 我们一定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影响 所以 非常的感恩Jolson 提醒了我们Vivay的许多坚持的原则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